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等我去这个这个门枕去转一转 大概也就五分也就是五六分钟吧 因为它要拖 尸体它要拖嘛 红灯 它要拖那个尸体它就就有点时间嘛 就是五分钟我出来 它就装的有八个尸体 就是我锁了下八个尸体 然后我进到里面去 它那个诊石 有个诊石还是可以进 我进去以后呢 里面是有一个小伙子已经踩不过气了 他已经上去不就下去了 因为他父亲要死了嘛 打电话已经说不出话了 然后我去这个 去看了一下 它那个生命特征 就是基本已经完了 就算是已经死了吧 就是只是在蹦啊蹦 有点那个就是动啊动那种 就是急速动啊动去那种 就是快完了也是快死了 那我从来出来以后呢 它那个又在抬尸体 然后管装尸体 他说是带是带 他就喊就要拉尸体 里面究竟有几个 这个就不知道了 因为他可能就是 租来搜一次吧 什么事再来搜一次吧 就这么一个情况 看来五医院 五医院看来死的这个比较多 哎呀这个新闻报道 这些报纸都不来报道 好那我就先往那个 我再去看一下 他们说的那个 国际博览中心的物资吧 看那边的物资 究竟这个 是不是挤压 有还是没有 我再去看一下吧 今天是2月1号了 我的口罩戴着规矩一点了 是吧 他们医生教我 要把上面那个铁丝压一下 还规矩一些了 这种小区还是没人走 但是这些鸟啊还是在飞 今天阳光还是很好 这几天呢就传这个 说医院的这个资源啊 比较紧张 就医院的这个 切少这个物资 然后又说这个 在哪呀 叫武汉国际博览中心嘛 就是海洋那边 说有很多东西积压 这些救援物资积压呀 说还是说没有人去拉吧 究竟是真的是假的呢 那我就去看一下吧 我现在这个位置是后湖 在武汉的东边 那个国际博览中心呢 是在武汉的西边 那么这么多天呢 现在医院情况怎么样呢 我就多跑几家吧 今天我就 这怎么了 那怎么出去啊 直接推啊 谢谢啊 我这几天 可能有 大家看到我的全线采访报道 是吧 有很多人支持啊 里面时代 刚才我照给你们看了 现在又多了 刚才三个 现在我数一下啊 时代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有八 八 八 八个 哎呦 这么多就这样 真的死了 这是几个 就昨天是吧 哎呦 这死人这么多啊 这是病床帮我进来 他在往那搬尸体 往那搬尸体 这里面还有整齿 也有整齿 哎呦 这里面也有整齿 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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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父亲 这个已经有一个一毛毛毛的颜色 完全十万个 完了 不加的 完了,呼吸不上来了 已经没有生命特征了 没有生命特征了 这个又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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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儿子又快死了一个 他儿子已经踩不过去了 他儿子已经踩不过去了 刚才三个 现在几分钟 五分钟 现在已经八个了 又来了一个 来两个 文字幕词 里面还有尸体吗 那里面还有尸体吗 一边军山 尸柏 方便 方便 谁不得我里方便 不是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